NBA常规赛 在刚结束的一场焦点大战里 胡仁队在主场经过四节激战 最终以139比106轻松大胜开拓者 拒绝遭到两连败 本场比赛之前 沃格尔解除健康安全协议重掌教编 在他缺席的六场比赛里 胡仁表现糟糕 仅有一胜五负的战绩 而本场他的回归 显然给球队上下吃了一颗定心丸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沃格尔付出后的首场比赛 竟然直接使用了此前 菲兹戴尔在对阵火箭时 使用过的五小阵容 詹姆斯第二次打中锋 霍华德和小乔丹则遭到弃用 而这次五小阵容也再次展现威力 胡仁首节轰下了43分的高分 半场一度领先20分 三节打完时 胡仁已经领先着24分 全场一直在吊打着对手 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开拓者的内线 努尔基奇和泽勒 均因为触发健康安全协议没有出战 他们被迫打小阵容 莉拉德丹和带队无力回天 在胡仁的严防下手感并不理想 全场15中午 仅得到18分4篮板7助攻 反倒是替补的胡仁就降本 麦克勒莫状态出色 轰下了28分4篮板 但这样的帮助甚微 完全没能抵挡胡仁的疯狂攻势 詹姆斯出任中锋状态出色 全场出战29分18秒 26投16中 3分10中午 罚球9中6 轰下了43分14篮板 4助攻2抢断2盖帽的攻防统治级表现 43分也创下詹姆斯赛季得分新高 他的出色表现让解说员忍不住感慨 这个中锋太厉害了 威少打了30分钟 石头5中 3分3中0 罚球6中5 贡献15分13篮板12助攻 已经连续四场拿到三双的数据 而这场比赛 除了3分手感不理想之外 威少的进攻打得非常合理 几乎很难找到槽点 蒙克贡献了18分4篮板 安东尼替布砍下了16分2篮板3盖帽 塔克10分3篮板3助攻 斯坦米约翰逊10分3篮板2助攻 李富斯10分 11名出场的球员 全部都有得分进账 这是胡人本赛季至今极为罕见的现象 而能够打出这种脱胎换骨的进攻表现 实际上与胡人的五小阵容不无关系 胡人从一开场就在进攻端表现强势 所有球员各司其职 球的运转也极其流畅 与赛季出在进攻端的挣扎 形成鲜明对比 詹姆斯打5号位 面对开拓者薄弱的内线 他内外开花打得游刃有余 而威少在少了大个子几战空间之后 也被彻底激活 高效地贡献了三双的表现 很好的带动球队的进攻 可以说 胡人的五小阵容有两大作用 一是激活全队进攻 第二则是激活威少 尽管还不清楚 接下来沃格尔是否会果断地使用五小阵容 但显然 霍华德和小乔丹两位老将 已经与球队的常规轮换践行渐远了 除了两人因年龄增大导致状态下滑之外 进攻端确实与球队的进攻节奏格格不入 尤其是威少在场时 更是显得格格不入 但显然 胡人这样的做法是汽车宝足 毕竟威少是巨头 而另外两人只是角色球员 从对阵火箭 到这场面对开拓者 胡人的五小阵容 仿佛已经成为了球队的赢球密码 他们找到了赢球的喜悦 但对于霍华德和小乔丹而言 真的要说对不起了